下面我们讲完这个包的内容过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内容 现在我们进入到面向对象的三大特性 三大特性 一个是它的封装 一个是它的继承 一个是它的多态 那么首先我要说第一句话 就是说因为同学们前面 学过加瓦的这些一系列都学过 所以说我在这地方 有些重点就是介绍一下 Skyler和加瓦不一样的地方 一样的地方我就不多说了 所以说肯定不会像加瓦那样 讲那么细致了 我就快速的过 来看第一个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 在面向对象里面 有一个叫抽象的东西 何为抽象 何为抽象 那么在我们这个面向对象里面 经常有人说抽象抽象 这个不是抽大象 对吧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 那么什么叫抽象呢 就是说我们在定义一个类的时候 实际上是把一类事物共有的属性 跟方法提取出来 形成一个模板 我们把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 称之为抽象 你比如说最经典的案例是 要你们去写一个银行账号 那怎么写呢 不管你是公行的 还是建行的 还是人行的 人行本分没有 像交通银行的 这些账号 它们都应该拥有什么属性 你把它分析出来 它有什么方法 你把它分析出来 比如说属性 我们认为呢 不管什么账号 都应该有账号 有账号信息 还有什么呢 有余额信息 对吧 还应该有密码 对吧 没有哪一个说卡没有密码的 那密码丢了怎么办 好 方法 我们认为至少有哪些方法呢 我们认为不管是哪个账号 或者银行卡 它必须有这么几个方法 查询的方法 我想看看我有多少余额 还有什么呢 还应该有取款的方法 它肯定要提供取款方法 它还要提供一个什么呢 存款的方法 对吧 我们没有哪一个卡说 就不让你查 我这多少钱不跟你说 那不可能 对吧 肯定有取款和存款操作 好 最后我们就分析出来了 这个呢 就是一个抽象的过程 好 我们以这个为例 我们把这个代码写一遍 我们来写一遍 快速的用Skyler来完成一下 来 同学们 打开我们的这个 还是加不得是 我们写一个 叫做 这个内容 Obo Obo Strike Obo Strike Demo Demo 快速的走一遍 同学们 好 我们能以这个为例呢 来用Skyler写一个 写一个这个案例 Test的 我们比如说银行 银行的Demo 来写一个object 好 那么根据前面的分析 我们来写一写 好 根据分析 我们编写一个 我们编写一个account 这边一个类 好 我们来看看怎么抽象出来的 class A-C-C-O-U-N-T 快速写一遍 首先 刚才我们分析出来 有这么一些内容 我们一起来把它搞定 好 来写方法和属性 分开 好 首先呢 我们来写它的属性 账号 我们是不让别人变的 没有哪一个 没有哪一个银行卡 让你说修改账号的 肯定不能让你修改账号 你原先账号是这个密码 如果你换的话 就变卡了 所以这个呢 我们要写成VL 我们就写 account security number 那么这个呢 我们给它一个字符串 对吧 给它一个字符串 好 默认 这边我们要 要来写构造函数了 同学们想一想 应该怎么做 我们先写到这吧 待会我们一点点补 那么 第二个呢 余额肯定是可以变化的 你要分析出来 余额就balance B-A-L-A-N-C-E 那么这应该是个double的写 先给它来个0.0 那么同时呢 一定有个密码 密码呢 一般是字符串 所以说我默认 先给它一个这个东西 好 写完这个东西想一想 因为你在开卡的时候 在银行开卡的时候 人家的账号 余额密码 是需要你指定的 因此呢 我应该编写一个 主 这个叫主构造 因此呢 我在这消息 先写好 好 我让它输入一个 account 好 给它来一个字符串 好 然后呢 我们有个balance 预先有个balance 它预存一些钱 比如说因balance 把这个B改成大写的 好 这个是什么类型呢 double类型的 那么同时呢 我们让它指定 它的密码 好 因 WD 实寸类型 好 写完了 那写完以后 我们把这几个值 给它放进去 进行初始化 第一个 第二个 好 就是你开卡的时候呢 我们要求把这些输进去 写完了 好 写完以后 属性就搞定了 再接着写方法 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只写一个查询和取款的方法 其他我不写了 我先写一个查询方法 查询 再写一个取款 存款你们自己去写 那就快速快速写下 查询呢 我们写一个方法 肯定是公开的 你要分析出来是df 那公开的话就query 那么我们在查询的时候呢 肯定这个地方 查询就把信息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它提供 你要查询的密码是多少 因此密码必须给我填进来 我不能说谁 谁都让你查 那么有些东西说老师 需不需要 传一个卡号呢 不需要 因为你在查询的时候 你是用本身这个对象来调用的 所以这个卡号本身自己就有 除非你是跨行查询 假设有这个业务 那就要带这个账号了 所以说我这呢 就不写账号 我就直接写啊 如果你当前这个密码 等于 我们我们用equals吧 equals来进行比较 那如果你等于传进来的呢 我们就认为 这个密码是ok的 如果它不等 我们直接提示一句话 就说你的密码不正确 密码错误 密码错误 查询密码错误 错误过后呢 我二话不说 return了 不玩了 如果说它过来了 我们把这个信息 直接展现出来就可以了 直接我输出了 格式化一下 账号 账号 写下 叫账号 号 为 为多少的 它的余额 当前余额 余额 好 给它输出来 WD 好 快速 那么当前这个账号是 当前这个账号肯定用 race.account取出来 当前的余额呢 race.balance 写完了 只要你密码正确 我就给你提供 好 取款也很简单 那么取款呢 我们 写一个叫做 withdraw withdraw 是取款的意思 同学们 取款的时候呢 你二话不说你首先呢 要给我传入一个密码 我才能取款 同时 你要取多少钱 告诉我money 那当然是一个double类型的 我们把它抽象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取款过后 我返回一个double类型 我返回double类型 返回double类型 你取多少钱 我给你返回来 那么返回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要再做判断 如果你的密码不正确 不玩了 你取款密码都不正确 肯定不行 第二个呢 我们要判断 你的这个取款的金额 是否是一个合理的范围 是否合理 那么主要是不能多取 比如只有十块钱 你要取一百块钱 那肯定取不出来 对吧 就写下 如果你的这个 要取的钱 大于了我的余额 我就不取了 不是这个字 点balance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干什么呢 我就直接告诉你 一句话说 这个写错了 是吧 哪写错了 这是什么东西 大于 这是balance 一夥 这十点 半个人是怎么写成 石准内心的 我看一下这边是哪里 有问题了 白 这个地方写错了 同学们 试说怎么有点问题 刚才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的余额小于了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直接提示他一句话说 余额不足 直接return了 好 两个条件 密码 如果这个都ok 我们真的取款 真的取款怎么取呢 我们首先将他当前这个余额 减掉你的money 然后把这个款返回去 直接把这个最后这个余额返回 就是把这个money给你 看看 就返回这个money吧 就取了这么钱 好 现在有一个问题 同学们看到 马上出了问题了 我们这儿return没有任何字 但是一些money double肯定不行 因此我们应该直接用类型推导 即可搞定 这么还有问题 return就不写了 我看看这地方怎么写 return它没带值 想一想 因为return你没有带值的话 出问题 对吧 要这样写也可以 干脆我们这样子写 写个any类型 我们灵活一点 写个any类型就可以了 也可以 一定要用 因为我想这个return 它不但是返回值的作用 它还要终止这个程序执行的作用 这个return我还不能拿掉 能理解我意思吗 因为我拿掉这个过后 我拿掉这个过后 它会继续往下走 我不是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吗 所以这个return我还不能去掉 但是你不能去掉 后面有返回的指 又给你不匹配 怎么办呢 我只能用any 能理解的意思吧 所以说这个就是 愚法的灵活使用 好 这个就体现出 愚法的灵活使用 写了一个any 好的同学们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取款写完了 查询写完了 我们来用一把 好朋友们 来用一把 先开卡 开卡 开卡呢 其实就是创建一个账号 对不对 来 六一个我们的account 那先给它一个卡号 比如说我们是工行的 00001这个卡 然后呢 余额 我事先给它存了894 十四块钱 OK 然后呢 密码我默认来六个一 六 默认来一个一 同学们可以以后 再增加修改密码的方法 后面我们还会用到 现在写完了以后 我先来一个查询 查询呢 查询这些地方 它会 query给我传一个密码进去 比如说我传了一个密码 1111 11 六个一 好 写完了 然后呢 我们再取一次钱 account的点 我一直做 我取多少钱呢 比如说我取了一个 100块 取了100块 好 取完 看这里 这有个问题 我一直做 取取钱 还要把密码给我带进去 好 密码了 我这次就写对的 故意 我就不浪费时间了 好 取了 然后我们再来查询一下 account 点query 好 看我们的代码能不能跑起来 就OK了 同学们看我们代码就全部写完 我们来运行一把 跑 run一下 看结果 首先第一次查现在这个余额呢 同学们看到 报错了 我们看哪里 有错 同学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第 哪一行呢 第36行 36行 36行 这个地方 我这是一个字符串 这个是double 他说 哪里写错了 同学们 哪写错了 怎么写个这个呢 这个是谁写的 这个 每次写了都要愿一下别人 是吧 跑一个 跑一个 谁写的 好 再跑一下就可以了 好 帐号为这个的 当前余额是他 帐号为取款成功 取了一个 为了好看的 我们格式化 这样子一下 这个地方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 然后这样再运行一下 就可以了 我输出过后呢 我格式化了一下 好 账号 原先是这么多 取了100块 变这么多了 好 同学们 为什么讲这个呢 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作业 里面就有关于这个取款的案例 大家要在这个基础上 做一点扩展 好 这个案例呢 我们就讲完了 大家也稍微的填了一下 面向对象的一种流程 包括我们用到了主构造器 还有这里面的一些逻辑在里面 其实你会发现 跟加瓦几乎一样 只是形式发生了一点变化 好 同学们 关于这个抽象呢 我就举了一个例子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好 给同学们版书到笔记中 好的 各位 抽象的内容 给大家整理一小下 标题二 标题二在这儿 好 然后呢 我们做了一个介绍 和他的案例 好 直接写到这儿 把这个案例给他拿过来啊 同学们 好 写到这儿 那么我们对应的代码呢 案例代码 案例代码 我们给同学们 版书到这里来 好 给大家插入一个小表格 好 代码喜欢 那么我们截取一段视频